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身上的刘子咬歌 那个刘子就是你的贪春痴 你自己在 而且对这个世界的名利群的抓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你达不到 你要是说看得很重的话 你怎么能解脱 这就是佛学里面讲初灵 你心有个初灵 初灵就是你的心已经 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放下名利群 那佛为什么不让我们 别抓着名利群 别去解脱呢 那多开心啊 大家又能满足欲望 又能解脱 是因为你抓住名利群的时候 你的心就昏明啊 你就没智慧 你就一定会被他牵人 那些名利群太看重的时候 就是说你就 因为佛说这些东西是虚幻的 虚妄的 然后你如果很看重 你是很难把它看成虚妄的 他没理清每一痘 都牵引你的心啊 然后你的自我就出来了 摊着吃蜜蜜 全跟着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你永远不解脱 永远在六道路 所以开始要处理 你要修 修行的话 处理行不行 你准备从这个世界上离开 还是继续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滚 就这么滚 不管你富有 还是快乐 还是痛苦 还是烦恼 还是贫穷 你准备继续滚 继续轮回啊 我叫滚 继续轮回 还是准备翘除 行啊 就不再轮回了 那如果你要准备翘出来 那就下决心了 它就不是简单的养生了 就算你这一生活了八百岁 活得再好 你还得轮 是吧 就是说今天说 哎呀我们追接牌也好了 什么都好了 机器修得又又 烦恼怀疼了 我们又活了八百年 累死了 还得轮回 还在六道里边 是吧 那没啥意义 所以佛学他 他不讲这个潮瘟啊 他不太强调 寿命 说潮瘟啊 潮瘟不老啊 这些 他是说你 就是说你也不会死 你只不死又换了个形式活 就是你不 不保护 保护着你 你只是换个形式而已 就你死不了的 到其他道火去了 如果在这一道死了 又到另一道了 他我们死不了的 这才是问题 那如果要成道的话 应该怎么办 还是刚才呢 还是就是修禅定 开启智慧 因为你本来就是 道的本体 你本来就是佛 为什么我们现在 这么无名 什么也不知道呢 是不是人家佛首先 侧万法约 没有东西不知道 上下 每一的微尘在枯州 他怎么出现的都寥寥分明 三世约门的佛陀的状 侧万法约 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 没有任何障碍 而且生死已经 生死如回 已经自己做出 我可以走 我可以来 就这样子 但我们就活得这么不自责 为什么障碍嘛 为什么障碍 什么障碍 自我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 但是一自我就变成个小东西了 就像我们本来是大海 但是一自我撬出来 变成个小水爹 小水爹是没有力量的 大海才有力量 所以要回归大海嘛 就是回归生命的约 那自我是个障碍 那怎么能从小水爹变成大海 是吧 忘了 怎么会撬出来 因为你一自我就撬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骂了你一句 你说 骂我的 这个我就出来了 他骂你一句 你不理他 你脑子里反应都不反应 因为他骂他的跟你没关系 他说我骂人 那是我在骂人 你干嘛反应 因为你听到了有一个名字 是你的名字 是吧 而且他指着你说 那个时候你就很生气 但是佛是说 这个是 其实这些东西是虚妄的 就是说 慢慢的你通过修行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就像空谷的回声一样 你不会有反应 但是你也知道他在骂你 但是你的心不会反应 心啊就像空谷一样 他骂你就还在空谷里面 不断的有个回声 在你这就像 你这已经空了 他在你的就是个回声 不代表任何意 但是你也知道 他在生气 他在骂 但是你不会生气 就正道的时候就那样 好 好 好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